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頻道的時間 這集節目就是NETCHAN馬膽 每次賽事我都會選擇兩場賽事 一隻馬膽和幾隻配腳給大家參考一下 上次是期間限定版 因為上次我不在香港 這次其實我回到香港 但我桌面電腦的顯示器有些問題 而我不是想在螢幕上錄製 所以最後決定自拍 不好意思大家看不到畫面 希望可以繼續幫到大家 因為大家知道 共平共開講正 每次賽事回覆班 上次提供的心水 上次都OK的成績 第一隻NETCHAN馬膽 遙遙領先2.4倍跑第三 第二隻NETCHAN馬膽 轉實升空1.5倍跑第二 1.5倍跑第二不要緊 能到就是詹士德 上次的NETCHAN馬膽片 說明上次他輸了那次 是甚麼原因 聲製快車擺明是要搏殺 詹士德捉在後面 用天盤採著看 今次詹士德 跑回真正水準 佔了先機人轉實升空 兩隻NETCHAN馬膽 今次就更厲害 威力奔騰 不過最後落到5.2倍 同樣美麗7.6倍 一隻第三一隻第二 所以NETCHAN馬膽 NETCHAN馬膽 NETCHAN馬膽 就是PATREON獨家 全部入圍 上次三隻高出賽馬 有一隻17倍 陸續光芒贏了 上次我聽NETCHAN馬膽說了 大家要抄低沒有畫面 威威負子龍行運升空兩隻大冷 第一次落地 不過17倍WIN 有跟到的朋友也要來 今次賽事都是一隻高出賽馬 第五場的狗狗位金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事不宜遲 今天講一下 星期三晚賽事 其實我現在是好夜拍的 星期二晚深夜拍 我都會是明天早 先做過Premiere 可能是首播 明天早教的時間做首播 免得這麼晚上片 第一個場次第四場 第四場的馬膽 我選二號是精益大師 精益大師 上一場我也是一場馬膽 前那場王志豪跑那場 小利跟前 但直到貼難是不利 所以他嚴謹上利虧了少少 上次他配上班得麗 都繼續一當 雖然是磅位不同了 但我都照買 這樣就贏了 贏得很輕鬆 這次換回王志豪 這隻馬都很幸運 這次右手會好當移動 不要管班得麗那場 我講回王志豪前那場 上次班得麗跑 不能比較 上次王志豪跑 就有比較 前那次王志豪是發揮水準 你拿回王志豪跑那場 跟今次的分數差距 好像只有7分 以前次王志豪跑出來的水準 只有7分 這就夠了 那就賺了馬膽 配角選擇 選了四隻 這兩場我都是選四隻 最後打臨場自己沒什麼飛 有些不堪心水自己剔走一隻 第一隻配角選一號 勇威神區 他上次應該是精益大師前那次 剛才我講過 精益大師前那次 即是王志豪跑第二次 應該是第三次 剛才我講過 那場有什麼特性 大家記不記得 跟前有利 直路貼難不利 勇威神區剛剛相反 他是留到最後 以及直路貼難 他最傷蝕 當然那場部速稍手偏快 他就可能沒有蝕得那麼多 但始終都是傷蝕 今次抱著上次傷蝕的概念 今次就先拖一拖 第二隻配角選四號 日日營 一檔 這些馬 現在是否四八 十超一點 有一個一檔 會否借著一個一檔機會 來拖一拖 第三隻配角選三號 我心想試吃 主要都是有基本速度 咬到在前面 始終短途馬 是優勢的 同場對手不太強 拖一拖 第四隻配角選擇 11號馬 有運 11號馬有運 上場就失望 上場是失嘴唇的 不要理 擁住他 前一場沿途外疊走回 跑到第三 水準不高的賽事 前一場都是彎前貼欄有利 走彎前二三點 蝕蝕 跑到形勢 今次會虧虧 當位很差 但現在五彭氏甚麼都薄 所以長馬馬膽 二號貞經大師 配角選擇一號勇威辰區 三號心長事成 四號日日營 十一號馬友雲 未講第二場次之前是講保健收費計劃 有兩種臨場和賽前 臨場有空參與臨場 臨場有空參與賽前 臨場有WhatsApp 臨場分析到明天大約下午兩點左右 就有全日的首選次選負選 明天每場賽事開跑之前的七至八分鐘 有最後的首選次選負選 有馬步飛數 期連動態場地形勢和投注建議 還有臨場分析 臨場分析還有一個進階版 臨場分析加升上馬步通知 大家平常有看我的升上馬步分享 現在都無法展示 升上馬步分享都知道 馬步的升上是極具爆炸性 如果長期買升上馬步 一定會有意外驚喜 很開心的驚喜 如果大家對臨場分析和升上馬步通知有興趣 可以經過Facebook WhatsApp或Youtube聯絡我 去拿一些有關於臨場分析 或者升上馬步通知的資訊 如果臨場沒有空 因為星期三人上班 或星期六日 可能家庭人未必可以坐定 聽我的分析 可以投注建議 所以Patreon的賽前分析 非常適合你 Patreon是www.patreon.com 超級會員 超級會員 冷腳 剛剛那次威力奔騰 同意美麗 極級會員 除了冷腳 還有所有場次馬步的馬分析 都會放上極級會員 平常有看看 談賽馬頻道的直播系 這些分析是非常具有參考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第二個場次 第二個場次選第九場 第九場選9號 就是學賽做馬膽 有能力的馬 檔位好 五盤子鬥志好 上場水準其實都不頑 和加州得志都打敗馬群 都應該算是 正正路路是找這些馬做馬膽 沒有什麼特別說 配過選擇 其實上次好像這四隻馬 都應該是上次 有三隻同一場 一隻不同的場次 好像都是變化地的 所以我稍微要扣少少分 因為明天未必會變化地 但我說了三隻同場 上次好像是泰爾穩 天竹班和加州龍去同場 泰爾穩 上次賺快步衝 但他全場馬都在外面衝 我不肯定裡面場地 是否一定差直路 但一定不會是特別好的那些 因為所有騎士都是外面衝 都是衝得好 但是泰爾穩 就賺了一塊步衝 省了腳情 裡面揣上來 可能裡面場地沒有那麼好 但你始終要考慮他是賺了腳情 和賺了步衝 但始終在裡面未必是這麼好 地衝到上來 都要尊重 加龍區 這隻馬每次都會有捕捉賺 今次都不例外 今次都應該有捕捉賺 所以繼續要拖 第三隻配角天竹貓上次贏完 可否再贏呢 說真的 水長不頑 上次證明王志雲 其實他上次騎得上馬 希望他再贏一次經驗 可能會再騎得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直路他其實都很一般 但一馬一賣回來 看看如何 對社會選出加州得力 其實應該要贏 不過上次是彎前貼欄 應該有不同日子 加州得力和泰爾穩定 加州得力是彎前貼欄有利 上次那場 但他又彎前已達 他又虧了 直路拿了空位之後 不知為何蔡明紹 招了一輪 一隻馬才重上來 加速慢了少少 隻馬的反應比得慢了少少 所以他僅僅追不到 這次潘頓拿來騎 可能如何 所以這場馬馬丹9號 加領學採配的選擇 1號泰爾穩 2號天竹貓 7號加州得力 10號加州得力 加州得力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和我的分析 如果喜歡的話 給大家讚我 分享我的影片 給朋友觀看 歡迎收看我的宣傳頻道 如果大家再按以上分析的影片 都在下面留言 如果打算簡單支持我 都會連Youtube影片 下面留言 留下謝謝 朋友都相當高興 大家多留一點 回覆多點 Youtube便會知道 一個非常多的頻道 便會分開我的影片 給更多Youtube麻煩看 更多Youtube麻煩看 令到view數上升 令我非常微薄廣告心 再增加少少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讚 2 3 4 6 2 4 5 9 1 3 3 4